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好 我是元宁柱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找寻你的方向感与目标 但在我们开始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有目标感好还是不好呢 认为有目标感好的人 他们觉得目标感可以给你一个方向感 对不对 然后给你一个方向感的话 它会推动你去行动 让你去完成 然后当你在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没有做到 或者我没做到 我需要如何去改进 这是一个目标的作用 它可以指导你 指引你去成功 对不对 然后认为目标不好的人 他们觉得目标会让你过于专注于一些东西 然后反而忽略了身边的一些其他机会 而往往是这些机会可以给你人生带来巨大的改变 有人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 他安排三四个人互相传扬传球 在他们传球的过程中 他又安排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卡通人物 在他们周围走过 结果他们发现到 这几位传球的人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个卡通人物的存在 这也是经济经济说明 当你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往往会忽略周边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那我个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我比较偏向于前者 因为我觉得问题的重点在于 你要做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你这辈子已经决定要做的东西 如果真的是你很确定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做的话 其实把外在的一些干扰或机会屏蔽掉 说不定来说会是一件好事 当然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只是把线里的一些观点告诉你 你可以自己思考到底要不要有一个目标 OK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才来谈真正如何去找寻方向感应目标 首先第一步 你要了解自我 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优势和价值观是什么 兴趣非常重要 因为兴趣可以推动你去行动 因为有兴趣 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怎么去找这些兴趣呢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可以帮助你 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算不给你钱 你是不是还愿意坚持的去做下去 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就是 我发现到当我在写作或者在演讲的时候 就算前期暂时不给我钱 我真的愿意花时间 花我课余的精力去做它 我就发现到 这可能就是我要做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的兴趣是泡妞怎么办 我一旦泡起妞来 我就觉得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激动 然后我愿意为泡妞奉献终身 OK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是 你的这个兴趣 到底能不能给你带来价值 或者是给别人带去价值 你不能把兴趣当饭吃 对不对 兴趣最好是什么 你能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能养活自己 如果泡妞可以养活你 或者是让你赚很多钱 那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你的人生方向目标 也没问题 对不对 当然很多人可以说小白脸 对不对 这是我奋斗的终身奋斗目标 OK 另外一个就是 你要找到自己的优势 你的优势是什么 从通过自己的优势 去找方向感的话 你可以把范围给缩窄 这就是很重要 因为可以做东西太多了 你最好是做自己能够做 而且厉害做的东西 第三点就是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发现中国人 其实真的很欠缺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包括我自己 我其实在小学的时候 我在上学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说 你要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得志体美劳 什么什么意思 我是在24岁25岁的时候 才开始真正意识到 价值观对我行为决定的影响 所以你必须得知道 自己到底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 什么是没有价值的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所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 去做一个决定 决定我这个方向是这个 有些时候你觉得 OK我的人生目标可能是抢银行 对不对 但是抢银行这件事情 其实是违反道德与价值观的 所以你就不能以这个标准 去做你的人生规划 在找寻你自己 了解你自己的同时 你还需要走出你的数字圈 去干嘛 去读万卷书 去行万里路 去阅人无数 OK 读万卷书 不是叫你去看皇上小说 或者看武侠小说 OK你看这种书 你永远找不到人生方向感 对不对 所以的话读万卷书的作用是什么 你要去看 前期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读书的范围给扩宽 不要深入 比方说你可以读心理学 你可以读一些你感性的类别 比方商务啊 金融管理啊 都可以你你可以去你可以去看 看这个时候 在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诶对这类数据 你可能会比较有兴趣 所以 这个这种就是 诶可能这个方向 就是你可能要的方向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另外一个我非常推崇的就是 你去看名人自传 去了解当时他们在成长的问题中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他们怎么做这个决定 然后他们是为什么会走这条路 通过看名人自传 你会发现到 其实慢慢你也会有一个清晰的方向感 可能我可以走这条路 好 然后 行外的路的话 就是你要去不同的行业 去接触不同的东西 如果你是在校大学生的话 通常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实习期 对不对 我建议如果你是实习期的话 你就要去尝试不同的 做不同的兼职 这个行业试一试 这个行业试一试 然后去这个行业里面 不同的人跟他聊一聊 什么情况 对不对 当你不同的了解 不同的行业的时候 你才知道 这个行业可能比较适合我 这东西比较适合我 拓宽你的见识 把你的见识给打开来 不需要深入 你需要拓宽 前期的话 然后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职场的人士的话 你需要去逆人 你要去见人 越人无数 怎么去做呢 就是说 你可以去 在自己公司内部 去找那些 不同部门的人 他做得不错 或者精明级的人物 跟他交个朋友 聊一聊天 到底他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这个行业 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然后他在这个事情里面 他这个行业里面 他觉得他的收获是什么 他满足不满足 他觉得这个行业有什么好处 然后听别人 聆听别人的一些经验 你就会从经验中发现到 可能这个行业 这个方向 可能是我要找的方向 你就可以筛选出 一二三四五六七 类似于几个候选名单 通过这些候选择里面 你去思考 我要做什么 当然 走出数据圈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兴趣小组 或者是一些讲座会 比方说 你可以参加义工 也可以参加读书会 通过活动中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 你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 甚至是方向感 当然 千万切记不要去加入黑社会组织 除非你的目标是当大佬 好不好 通过以上两个途径的话 你肯定可以找到你的方向感 但是 你一定会需要一些时间 人生的方向感不是 立刻马上就可以找到的 所以的话 我们就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我实在找不到方向感 或者说我暂时找到方向感 我该怎么办 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 你可以去建立 你可以去利用这段时间 去建立你的人生基础技能 什么叫人生基础技能 就是 你会发现到 在我们人的成长过程中 有一些东西 是你一定要学的 而且是你学了 肯定会用到的 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一定会生孩子 对不对 那你生孩子的话 你就一定会学会 你需要学会 怎样去教育孩子 就是教育孩子的一个技能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提前去学 就算你现在没有孩子 你可以提前去学 去接触 然后你发现到 我去建立这个技能 说不定 在学习过程中 你会发现到 我其实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然后我可能这辈子 我就从事 青少年教育 或者幼儿教育的这个事业 对不对 或者说 对于男人来说的话 你可能真的就是 我觉得驾驶 驾驶技术是肯定需要的 因为以后的话 每个人都需要去驾驶的 对吧 很非常common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也会觉得 OK 可能对你展示没用 但是你如果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你可以先去做 你先去考这个指导 所以的话 下面的话 我其实列了一些 比方说 你可以去做的一些技能 你可以去学一些技能 例如 学好一门外语 对不对 当你学好一门外语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 你可以去拓换你的视野 你可以了解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观点是怎样的 你可以甚至去接触西方 你可以出国 这个都可以 对不对 这是我的选择 然后驾照 时间管理 对不对 情绪管理 人际沟通能力 演讲的能力 这些能力都是一些 人生基础能力 有了它们 你的人生只会变得更好 你也绝对可以用到它们的 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关注 希望当你遇到 不可能的事情时 不可能给你一些 支持与慰藉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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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